一直以来自选秀出道的华晨宇都是娱乐圈明星中备受瞩目的存在 超凡脱俗的唱功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 短短几年便迅速积身娱乐圈流量明星人名单 再加上其多年来一直对身材的严格管控 相比刚出道时的他如今的华晨宇不论肤质还是身材都要好上许多 近日华晨宇2021火星演唱会如约而至 光现场的氛围就可以看出他依旧一片红火人气超高 华晨宇的演唱会不像其他歌手那样 名字根据主题不同而变化 华晨宇的演唱会只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火星演唱会而这名一用就是七年 而今年的火星演唱会也是时隔两年 华晨宇再度开唱在这场演唱会上 华晨宇不仅演唱了许多快智人口的旧歌 而且还给歌迷们带来了很多新歌 今日华晨宇的新歌《好想我回来啊》也在火星演唱会正式演唱了 破碎感十足却又充满了能量 这首歌是继火星三部曲后的治愈三部曲之一 在几乎救不了自己的时候 写出火星三部曲 在自救成功之后 写出治愈三部曲来治愈别人 培育老师的词 契合于华晨宇 契合于这曲子的表达 曾经我悲观 孤单 遗憾 不堪 感叹 疲倦 辗转难安 看淡 歌词破碎却又饱含能量 这种平静 这种节奏 虽然温柔但却又能穿透每一颗破碎的心灵 不但唱出曾经挣扎的其自己 也唱出更多在深夜感伤的人的内心 听起来难过的歌 却也治愈了大家 使共情能力发挥到极致 这也是他歌曲的魅力所在化成语 喜欢他的人是因为可以共情 听到他歌里真正的声音 不喜欢的人就是因为理解不了他的有些歌词和行为 认为他在做法更戏称他法师 但我觉得他的歌曲是有特色且别具一格的 有着自己的感情色彩的 而这也使他的音乐更加的有灵性 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总的来说 华晨宇这场时隔两年的火星演唱会有惊喜 但也有着不满 也就是期间吃饭的问题 因为演唱会是在室外游乐场 现场又不允许带食物和水进入 所以不少早就赶到现场的粉丝 只能在现场解决吃饭问题 但粉丝却惨遭割韭菜 35元的雪碧兑水 55元一串的烤串 累了也只能再坐在地上休息 如果不想弄脏身上 就得花98买一个防水坐垫 或者花138买一个某宝卖 20几块的充气沙发 就连高达1280的最高票价 也是离舞台五六米远 而一些更远的就只能看大屏幕 真是处处都弥漫着金钱的味道 虽然对很多忠实粉丝来说 只要华晨宇站上舞台 他们就很满足 但对于一些只是喜欢他的歌的歌迷来说 一个艺人如果一直将粉丝当傻子 或者当韭菜来歌的话 那么很快黄的应该就是自己了 毕竟虽然大家都喜欢钱多 但没人喜欢自己人傻啊 虽然场中卖东西很可能 华晨宇并不知情 或许这只是主办方所搞的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是华晨宇的演唱会 所以他还是逃脱不了责任的